二日和三日 刘海素用了两个下午 以六尺对开宣纸 给国家主席江泽民写信 请提写管名 写实手有些抖 但很快就控制住了 写完后挂在墙上 他急性朗读了一遍 很是得意 连说三声写得好 然而三天后的晚上十点左右 他对身边的人说 我累了 要休息了 这是他讲的最后一句话 八月七日凌晨零时三十八分 他那充满着自信力与弹力的心脏 停止了跳动 八月十日 南京艺术学院设灵堂祭奠老院长 八月十八日 刘海素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 灵堂两侧悬挂着上海美砖第一届毕业生 一百零三岁的画家 一百零三岁的画家朱起沾写的晚联 昔日彭坤扶摇流浪年少 丹青染出新天地 而今斗饼折损海翁已去 江山顿诗老画魂 国家教委和文化部发来的宴殿中 共同对大师的一生做了高度评价 刘海素教授是我国新美术运动的特荒者 现代艺术教育的奠基人 11月29日在恒山宾馆举行了捐赠交接仪式 夏宜桥从容地在捐赠书上签了字 第二天 刘海素的藏品与其本人的作品由部队护送搬出了他的故居 夏宜桥目送军车远去 心底一片成名 丈夫和她共向国家捐赠了973件藏品和作品 除分别赠给南京艺术学院和长州刘海素美术馆 各30件刘海素本人作品外 其余的913件均保存在上海刘海素美术馆内 成为这座新建美术馆实力的象征 夏宜桥清楚的记得 在刘海素的许多作品上盖着清白传家的印章字样 而当岁月的年轮逐渐增加之时 我们默然回首 对这位历经沧桑的艺术大师 恰恰可以看得更为真切更为透彻 历史他会淘汰许多以往的名家 那么海素先生他在这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历史非他没有淘汰他 相反会给他一个正确的认识 无疑在20世纪一个历史长河之中 刘海素先生的艺术占有重要的地位 2006年为纪念刘海素诞辰110周年 全国各地美术馆开始举办各种纪念活动 3月6日至3月17日 由中国美术馆上海刘海素美术馆共同主办的 沧海艺术刘海素艺术回顾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 这个展览应该说在首都美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因为刘海素艺术的比较大规模的展示 在北京的次数并不多 随着20世纪的过去 我们应该对像刘海素这样的前辈大艺术家 投以更多的回顾性的眼光 用一种能够穿越历史时间的目光 来看待一个在历史上有造就的前辈艺术家 展览由刘海素国画油画以及文显资料三部分组成 95件作品汇集了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初 刘海素各时期的代表作 说实话刘海素它的油画我们原来看的不是太多 这一次一看不得不服气 在20年代的时候能画到那个程度至今让人贪腐 第一代油画家是兼了国学和西学两者为一个人一生的 刘海素他的艺术实践是主动的 他是有理念的 他是想把中国的这种绘画的这种审美的方式 和西方的这种油画联系在一起 那么在我们今天来看的就是说 他应该是中国意向油画的开山之主 海素大师到我们学校来的时候 跟我们讲过一句就是 其实中国画和油画性质是一样的工具不同罢了 他一贯主张古到极顶 心到极顶 这是他的创作一个理念 展览形象地勾勒出刘海素艺术风格形成与发展的轨迹 观众感到作品中的大气派大魄力扑面而来 那么在观众的反应中 对这个展览的反响也是很强烈的 因为刘海素的名字可以说 在我们的老百姓那里 这是可以说是老幼皆知 但是真正能够比较集中的看他的作品 看他不同时期的不同追求不同风格 这个机会并不是很多 如果没有刘海素 没有刘海素几十年的艺术经历 二十世纪的美术史 肯定没有那么丰富多彩 肯定要单调许多 他又是一个非常好的画家 很早研究法国的油画 包括印象派以后的形容画 自己又从事中国画和书法 他的风格很红厚 这个很拖辣 也比较强烈 也是独树一帜的 作为刘海素艺术回顾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他的珍贵文献资料 第一次公开展示 观众由此可以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艺术风格 及艺术历程 就在北京举办艺术回顾展的时候 上海刘海素美术馆推出了 百年沧桑刘海素艺术 及捐赠古书画作品展 上海建满壁生辉的作品 再一次让社会领略到这位世纪老人崇高的爱国情怀和奉献精神 紀念刘海素诞辰 一百一百一十周年的活动还在延续 二零零六年秋季 由全国政协书画市江苏省政协主办的 墨彩黄山画展在北京隆重举行 展出了海素大师及旗女刘禅和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冯建钦的黄山作品《九十福》 全国政协领导和社会各界观看了展览 并对黄山精神后继友人给予很高的评价 这位一坛太斗将永远标秉于中华艺术史册 《九十福》 有语价 《九十福》 二十配圈 九十五星 就跟不 cidade 二十五星 種类药 verse 都是 秋天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6年 夏依乔已经九十岁了 坐在大幅的爱字之前 他因病失去了记忆 但是一听到刘海素的名字 他的眼睛又焕发出了昔日的光彩 全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